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重 尤其是涨幅大的 今天跌起来 也都很恐怖啊 你看六七八八环球晶 今天环球晶大跌了八% 大跌了八块钱 大概六%多 将近七% 所以涨高你要会卖 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 滑井店 讲错 滑井店 滑井店我们130元卖 记不记得 我卖的时候讯号也给你看过了 涨高你不会卖 这个跌起来 幅度也都会很大 今天个股涨高的 跌起来都还蛮多的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原本是大涨 可是又有一些联准会的官员 出来放音 正常的啦 因为不可能把单边缩死掉嘛 是不是 当大家认为在升息的空间不多的时候 一定有人扮黑脸 有人扮白脸嘛 所以昨天又有官员出来讲话 还是支持继续升息 那话还讲完之后 道琼从涨303点 最后缩盘跌249点 纳达克跌1% 非常棒的问题是平盘 昨天欧洲股市很强喔 原本德国涨了200多点 那被美国给拖下来 现在英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法国跟德国也都即将要挑战历史高点了 所以欧洲股市很难想象喔 政经打不完 结果股市一路飙高 快要创新高了 所以我们特别国是要加油啦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内容外患 我们基本面也比人家强 涨得比人家慢 我们就去的问题嘛 量一直出不来 今天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1960亿 我跟大家讲过 供给量要到2500亿才够 所以大家要用心啦 大家要用心啦 昨天美国股市最重要的股票在哪里 你看昨天涨跌一两%都很正常喔 ADR台积电涨2.5% 联电涨2% 日月光涨0.82% 在美国市场表现相对是比较强的 那昨天美国最强又是特斯拉 最多涨到6% 收盘涨3% 已经来到207美元了 所以从过年前 特斯拉还在低档 一百零几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们了 特斯拉开始展开降价销售之后 会带动全球电动车的降价潮 尤其特斯拉 去年是美国股市跌最重的一支股票 那跌到剩下101美元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过嘛 特斯拉要开始去啊 特斯拉概念股你要注意啊 讲完之后特斯拉开始飙 开始飙 昨天已经来到214美元了 光是这样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而已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特斯拉飙了111% 真恐怖 美国股市没有涨跌幅的 所以涨跌起来其实幅度都很大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金融重镇 金融中心嘛 所以这种金融中心来自于全世界的资金 所以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有钱就有行情 没钱那就没办法啦 对不对 那美国市场是全世界资金的汇集地 所以只要热门股票一出来 那个涨跌幅都会很大 同时也会带动概念股的部分 特斯拉概念股 过年前我这跟大家锁定 3665茂莲 又见MACD背离 这种现象出来 买得对啊 不用考虑那么多 过年前1月10号 246块钱买进 我当天买进 当天就给大家看过了 看完盘涨到271 涨到274 这样246买 一厂就贪2万 几乎3万块啊 最多涨到278 最多 起来278块 茂莲医院营收 40.7亿 月增1% 年增27% 这是很强的营运 这是很强的营运 我这个礼拜教你们这个方法 你可以用医院的营收 来检视每一家公司 目前的营运状况 到底是很热 还是很清淡 10天的假期 1月营收掉30%以内 是正常的 所以那种掉30% 或者24% 25% 那都净雄的 不要认为它很差 那如果是在15%以内的 那就是好数据 代表10天的假期 对它影响干扰不大 那茂莲 反而还 比12月更好 所以这是很强的数据 营收发布完之后 茂莲老板出来讲话了 今年营运会足迹成长 而且会有两位数的增长 获利会在创历史新高 那这么好多公司 昨天押回来 押回来林肺炎告诉你啊 难得让你减便宜 你之前有底部会破掉 上市没买到的 那难得押回 要快落货 你昨天如果下去买 今天是不是269了 你265 266 都可以买得到啊 今天269了 今天茂莲 你看茂莲图形 第一步底部才刚要完成而已 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目前站上井线 在井线之上做震荡 震荡完之后 如果再过前高 整个行情就会供出去了 电动车 未来十年 最重要的热门产业 连成长都是相当的高 所以电动车这一组 要特别注意 这组要特别注意 我们过年后 看完盘第一天 买比亚迪概念股台办 费着利口 当天买当天大涨 紧接着连标三天 连标三天 比亚迪目前是全世界 电动车 卖最多的一个厂商 那现在开始进军 印度跟全世界 未来要特别注意 那台办 110年 EPS三块半 去年七块钱 获利搬了一倍 股价完全没有涨 大盘涨了2000点 它都没去 是不是就是一档 底部的起涨股 我专门找中高票 给我们投资 你看开盘买进去之后 紧接着就不回头了 就一路标了 就一路标了 那一路标 外资天天买 一个多礼拜时间 三大法人买了2.4万张 OTC买超第一名的股票 OTC买超第一名的股票 台办也很强啊 台办一月营收 月减7% 给大家看过吗 30%以内都是正常 15%以内都是好数据 台办打入电动车 打入比亚迪供应商 月减7%而已 所以正常会股票 这随时都会股票 随时都会再涨 所以你可以利用 我教你们的方法 我教你们的方法 绝对都是最实用的 最好应的方式 一月营收 用来检视 每一家公司的营运状况 是最好用的 你看华福 华福一月营收 月减7% 年减33% 这个数据一出来之后 我一看到这个数据 礼拜二 马上教会员买进华福 当天一买 华福当天就工涨停了 当天就工涨停了 而且连续几天的飙涨 我今天华福卖出 我今天是卖华福 今天一开盘之后 9点18分 华福量太大了 有持股的全部出清 是不是很快 礼拜二买进之后 昨天周转率高达55% 你知道如果以周转率来看的话 一档个股 尤其是中小型股 小型股如果周转率 不到2% 那不会叮当 所以低于2%以下周转率 那个你不要去碰 可是周转率如果高达10%以上 你就要小心了 阻力很容易出货 华福昨天周转率 怕死人 55% 看到这个数字 今天一开盘供不上去 先卖再说了嘛 对 先别再说了嘛 股票投资 股票操作 不要跟他客气 昨天那么大量 今天光不出去 就先别再说了 就先卖再说了 不用客气 那我们今天卖华福的同时 今天买进另外一支股票 今天卖华福 买进地宝 为什么买地宝 因为地宝 一月营收太强了 一月营收14.8亿 月增4% 年增3% 营运很旺 还空手的 77.6 先建立基本持股 今天地宝就大涨了 一开盘买进之后 就大涨了 大起5% 你看地宝 一月营收 月增4% 年增3% 人家月减30%都正常 15%以内都是好的 它竟然还比 12月份增加 比去年增加 代表地宝营运是超级强的嘛 所以说你用这种方法去挑股票 去检视每一家公司 很好用 那今天地宝是不是大涨了 我地宝不是今天买 你们每天看我节目里面应该知道 我在过年前我就开始买地宝 今年我开始买了 过年前买地宝买73块钱 今天又加码是不是喷出去了 那为什么过年前我会买地宝 你看地宝 去年一年可以赚一个股本 赚一个股本 获利创历史新高 净值91块 现在高级到70几块而已 能够赚一个股本的公司 如果在电子股的话 起码百是百五了嘛 对不对 地宝反而 每股净值91块钱 股价还地域净值这么多 所以这种股票几乎是没风险 这种股票几乎是没风险的 我给大家看过嘛 你把地宝每年的EPS 跟每年的高点换算之后 北比13倍 15倍 17倍 16倍 19倍 也就是它平均北比 应该都会落在 15倍到20倍之间 那去年是赚最多钱的一年 12块钱 是有史以来 公司成立以来 最赚钱的一年 结果股价反而在这么低的位阶 所以林德燕是不是专门找中 赚大钱 尤其是底部的股票 给会员投资 我没有去讲 投机构 我也没有去讲 那种专门的公司 上市贵1700多家 有那么多的好公司 你何必去挑一些业绩差的呢 对不对 好公司 涨高也不要理它 当它跌升的时候 那赚钱机会就来了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嘛 多花点时间 去找这样的资料 找不到便宝 那一旦找到 那就不要错过嘛 对不对 一个行情30% 50% 你自然就会赚到了 不要去队关啦 既然很多涨高的股票都掉下来了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就会赚大钱啊 那涨高要懂得逢高卖嘛 你看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二卖滑井店130元 我当天卖出 我就给你们看了 我卖完之后 滑井店还要涨到133 134 我说沒關係 正好收 够了 已经赚那么多了 对不对 已经赚那么多了 滑井店我们82块钱就开始做了 背质2块就开始买了 你看当时买滑井店82 买台光店134 台光店现在多少 现在买190几块 懂得买底部 对 137买台光店 现在多少190几块 那滑井店82块钱买 也是很低的位阶 买完之后 就会入涨了 对不对 最高涨到136 那我们130块钱卖掉 轻轻松松60%落贷 舍不得卖 滑井店今天又掉下来了 今天滑井店又大跌8块半 那为什么滑井店今天会大跌8块半 因为昨天滑井店发布1月的营收 1月营收 比12月掉了50几% 那掉了50几% 30%以内是正常嘛 对不对 超过30%以上 减少越多的 代表营运热度越差嘛 所以今天大跌 也是正常的现象嘛 莲涌 长高之后我们也逢高卖啦 对 礼拜三的时候 莲涌 逢高都卖了 去那么多啊 对不对 长那么多了 不用跟大家客气了 都去那么多啊 就不用客气了嘛 对不对 我卖完之后这两天 莲涌也供不出去了 所以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会想买底部 赚30%赚50% 都轻轻松松 你如果找不到底部的股票 那就找零和业啊 找我就对啊 我除了吃饭跟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股票在 所以机会比你们多 我一旦找到好的标的 我绝对会让会员安全的上车 开心的获利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最后是小跌12点 跌12点 以指数来看还是很强啊 可是个股的部分 今天上市只有180几家涨 680几家下跌 96家平盘 所以今天个股卖压是很重的 那为什么指数还那么强呢 台积电连电日月光 在撑腰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起5块钱 光是台积电 就推升指数40点了 今天联电也涨了三毛钱 5347 世界先进今天起3块盘 3711日月光 今天比盘 这些股票把大盘给撑住了嘛 所以每天跟大家谈台积电 谈联电谈日月光 很多节目已经不讲这些股票了 我也想不懂 这波大盘涨了3000点 这不关心 就扣账股票嘛 靠台积电的大涨 靠联电的大涨 靠日月光 靠联发科的大涨 靠这几家大盘 那真正的重头戏主角 大家都不谈 好像有点可惜 对不对 你看台积电 过年前要起涨前 我时间收集算好 就跟大家提醒了 台积电要起了 不要再买 因为当时大家 一直在卖台积电 破卖掉 讲完之后 过年前涨到509 过年后冲到542 今天台积电创新高 今天台积电创新高 今天台积电已经 546了 外资过年后 买台积电 25万点 每天都一直在买 就跟大家讲过 外资一直在加码台积电 重兵摆在台积电 台积电没那么快结束了 台积电的企业哪里 你有的来找我 该买的时候 我会带你买 联电也是外资 摆重兵的地方 外资买联电 不是47万张了 已经51万张了 连续四个月 已经买超过100万张了 我们也从台帽开始的 36块钱开始买 大涨一波 过年前压回 时间周期算好 33天 32天 32天 时间到了 要再上班了 一堆人在放空 叫你们经费报 便宜到6月而已 吃完之后 是不是又一路飙了 又一路飙了 那底部这样买上来 轻轻松松又是40几% 抗担 假抗担你还要注意啊 今天联电又创新高了 温水煮青蛙 已经51.2元了 会冲出去喔 联电 一月的营收 比12月 小降6%而已 所以营运还是很强啊 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 金元代工那么差 没有那么差啦 你看一月数据出来之后 你又知道 其实比大家想象中 还要来得好 那日月光 我们也是从底部开始做的 每档个股都从底部开始 日月光72块开始买 72 73 你的向买底部 30% 50% 两天会丢 而且风险小利润大 过年前把时间周期 算好给你看了 要再去啊 要再上班啊 我当时预估EPS15块钱 那昨天发布出来了 14.5 我在估EPS很准 我在估公司的获利很准跌 对 现在日月光 最高107.5 这会再充 80%的股票 都在法人手中 既然80%股票在法人手中 外资水是牛 水是冲 现在白比才7倍而已 才7倍本一比而已 很低啊 环球金也稀啊 对 时间周期 很漂亮很完整 过年前32天到 我也提醒你们啦 环球金 434块钱 买完之后就开始涨了 你们每天看节目 随时买随便买 都可以赚大钱嘛 对不对 过年后涨到547块钱 这样一上来 过年前过年后 一张就知道一万了嘛 环球金 1月营收 只比12月 小掉1%而已 漏1% 赞了 赞了 所以 环球金 这水是吃水完之后 会再压 但涨高 你不要再去追 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来买 还有哪些股票 刚从底部要出发的 林来燕 再一档一档 介绍给你 认同有这种方式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接受很高 休息就晚上回来 天天睡得好 气色一定好 常春乐国 嘎巴芝麻加强订 采用日本专利原料 全方位互方 调节生理技能 每天两定 帮助你 睡眠安定 思绪稳定精神好 帮助入睡 好气色 好活力 专科医师吴志全推荐 上网搜寻 嘎巴芝麻加强订 定购专线 0809 088 668 0809 088 668 长春乐国 华信林老师 30年操作经验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操盘法 炸量 时间 角度 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其上 与高档转折 迈出的稳健固利模式 赶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华信投顾 赚更多是为了跑更远 走更长 乐见非凡 机友谷UC2 一天来朗定 行动不卡关 成为人生逞跑机友谷 灵活行动好活力 环节脱困好满意 各大电商均有贩售 牛樟树是台湾特有的树种 森林的红宝石 台湾立得点藏牛樟枝 是唯一取得健康食品 免疫调节及护肝双效认证 台湾立得点藏牛樟枝 有助于促进免疫细胞之增生能力 提升吞噬细胞活性 延缓化学性肝损伤 免疫护肝双效合一 功效一级棒 精神要顾好 防疫不可少 台湾立得点藏牛樟枝 唯一通过六项无毒性测试 更荣获多国专利及免疫调节 护肝双认证 免疫护肝双效合一 立得点藏牛樟枝 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威记WiFi空清除湿机 全新上市 远单监控 过滤高达99.9% 40年台湾品牌 NWT威记除湿机 欢迎回到现场 小跌12点 今天很多涨高的股票 跌的都蛮多的 靠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 世界现金在撑盘 连帕克今天也有跌 连帕克今天跌了9块钱 高空也没多 没多了 但涨这么多 你再去追高 也大可不必 买买的载就改买了 MACD背离 过年前我就提醒你们 对不对 时间周期也是很漂亮 33 33 33 当时时间到 我就呼吁你们赶快买了 过年后 冲到753块钱 这样穿起来就百几块了 要不然结束了 33天要不然走完 所以随时都会再冲出去 但涨高就不要再去追了 再去找底部刚要开始的 再去找底部刚要开始的 还很多啊 还很多低的啦 市场资金一笔 大家在轮动 你看这支 210跌到110 获利成长52% 等一笔才多少 才10倍而已啊 医院营收发布出来了 医院营收非常强劲 这支股票 后一星期穿哦 要注意 这支也不错 获利创历史新高 大盘涨3000点 完全没有涨 本益比是只有7倍而已 像这种股票 起码没有风险 最起码没有风险 这支还要赞 左肩底部右肩 我先给大家看他的营收 医院营收 小掉0.1%而已 这样有凶吗 110年2.8 去年直接冲到7块2 一年成长1.5倍的公司 加上医院不受到 10天假期的影响 还是维持很强势营运 然后大底才刚完成而已 这支也让我站起来 后面他们穿的 后面他们穿的 是不是有很多 赚大钱底部刚刚开始的 所以你要找不到 找人的愿 我带你一档一档 慢慢投资 你看负胜应用 外资连买三个月 压回来的时候 买点到我提醒你啦 负胜应用204 205买进 你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 买完之后是不是上来了 在这里 下午整理 我前两天特别提醒你们嘛 要噴出去哦 三十一天 三十天 三十一天 三十二天 时间到了 说完之后就开始充了 这刚开始哦 一月营收才小掉6% 二月如果没问题的话 二月会创历史新高 去年每股获利高达40块钱 正常北比都有大概12倍到14倍 结果探大钱的时候 本比好像穿多少 穿五倍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后面的爆发力 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注意 懂得买底部你就是大赢家 你看志兴 三百楼到百楼 我们当时买的 117 120 128 一路买起来 相信整理的时候 我也提醒你们 要结束吧 我们还是138 140 142 这样是不是冲出去了 那是不是冲出去了 那是不是还48%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30% 50% 都很轻松 认同有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最后注意力 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服务当值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